那最后就是第四就是什么呢 就是梁黄燦 梁黄燦的话呢 这个时间表约略一定会有一条 那约略会出来 那当然我们常住人员也不多 那像叙事物的话 他九月听说他又到期了 那印师傅我不晓得你 十月还在吗 还在了 希望 哎呦糟糕 那所以说人员也更加的紧绷 那这个时候我有稍微跟 来过我们这里的法术法师谈过 那像我在这个 有些道教的寺院呢 我也有请他说 找人拜梁黄 因为他拜梁黄拜了很多 很多人都赞叹 第一个就唱腔基本就是 以前我在清凉寺教的 也是跟我们一样 基本一样 那有些小转还好 我可以跟他沟通 再来就他人很谦卑好讨论 第三他不会慢心说 看你道场怎样 他不至于 因为我们算也是师兄弟 我也很尊重他 他也很能尊重 他尤其尊重我们常住 他自己每年一定固定 供养我们常住 你看看外面住毛棚 敲木鱼做金颤的人 他会来供养我们常住 你看看是什么个状况 就是他常常这样讲 他说我没有那个福报 给你道顶多 他说他没有那个福报 来跟我们住 所以这样子的人 就像自己人一样 所以我会跟他好好谈一下 他找什么人来 你看像上次 他第一次办的时候 办那个我就不讲名字了 办那个法会 第二次他就没找了 那我就好奇 我问他说 那个人长得也庄严啊 那为什么没找 不找 你知道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嗯 他那个拜完颤 跟女众居士讲话 那个态度 不好 我不要 人家在意到那样 我说 我说拍拍尖巴 难怪你能够做 外面佛事 做到今天越做越强壮 这样就对了 他说 不然你也会被卡到 他说对啊 他说对啊 我也会被卡到 那我就曾经劝他 我说 你 要选人 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要唱得半死 然后他在给你随便 大家是一整组的人 他说对 那好 有一次就找华华斯 华斯你都认识了 那我就说 你怎么找华斯 华斯不是唱得 有时候巴拉巴拉 有时候不太那个吗 他说也对了 但是他人也算 重归重局 他说唱得稍微不好 我只要指个 抢手在那里 惊一下 让他熏一熏 不然有时候 去跟人家乱唱一通 他自己也会受灾烊 因为他们同班同学 又师兄弟 法柱法华 来啊 他们是师兄弟 我有跟他讲说 法华斯你要照顾他一下 你也知道法华斯 巴拉巴拉的 有时候会走音 是这样子的 唱枪是应该不走音的 他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他还会照顾他一下 还是说人不够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他说他有说到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 我打算跟他谈一下子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组人 我还有另外一组人 就不说名字了 那是我的备案 那是我的备案 我终究是老鸟了 在台湾也混那么久了 法杖出面找人 要找好人 应该不会太难 但重点在 他跟我们的关系 我会找法术法师 是这个原因 是这样 当然我也会跟他肯谈一下 跟他肯谈 他也会挑 是这样 那这个状况是怎样 他来跟我们是 A对跟B对这样而已 是这样而已 也可以互相的支援 是这样 大家都有单营 关于单营方面 有可能他们会稍微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要以理为重 来者是客 但诸位也不会太缺 我宁可了钱 不要讲钱 我宁可 好像道场怎么样 我还是把它当作是修道 修道当中有一件事情 叫做供养生 我就是当作供养生 诸位 你们接受的那个 这个不叫单营而已 那也是供养生 唯有尊重生保 包括比丘尼 我们这个法会才会有功德 我是这个看法 我不是以 来领多少 来领多少 干多少活 那这样就是算 计算了 只要还在 有单一个名 就是因事物 来领来那个 就有工作的有工作 有进来的有进来 念诵 念诵就是 岳师律这边 有名字挂在那里 哪怕临时半路来帮忙的 我们也多少给一些 也要给 这就是供养生 就摘生 摘生款 我们也有摘生款 是这样 那么这样子 我用一个最虔诚 为众生求消业障 求忏悔 回向功德 与社会 与国家 与两岸 与世界 不管那个时候 疫情 疫情应该结束了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用这种 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情 我一直延续到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延续到未来 我都是这个心情 以供养 以修行 以供修 供养 的修行 概念来做 那当然它就是法会 它当然是法会形式 可是它不是 嘻嘻吼吼 没有概念的 一般意义 泛泛的 这样法会 所以它带着 共修的意义 所以我们叫 共修法会 你要讲 共修大法会 也OK啦 大一点 好像比较OK 也OK啦 水路大法会 梁皇 共修大法会 也可以 那个大字加进去 也OK啦 是这样 那么我们是 大 还有意义的是什么 发大心之大 那么我们发大心 是来成就大家 诸位啊 诸位 即使十多年前 刚还没来这里 还在 准备要来接这里的时候 海公 就有跟我讲 你这样子 还在建 你要办梁皇 要不要我帮你 找一些人 我说老人家 真的慈悲 您看到这个了 不然 我们再 等一阵吧 刚住下来 恐怕大家不闻 那时候我是这样讲 他跟我提了两次 一次是我去探病的时候 他私下把我叫去讲 一次是在这边 我都知道 我只是有点惊讶说 老人家怎么会注意这个事 老人家居然叫我去 去做梁皇 因为他是佛学员派出身的 你知道他会说感经参不好 他一般会这样讲 但他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很感念他老人家 再来 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自己拜过梁皇 虚云和尚 拜梁皇 拜万佛 他当年 躲他爸爸抓 他爸爸开的军队 上来永泉寺抓人 永泉寺 上来永泉寺的后山抓人 这样子 他躲在 不 永泉寺找人 他躲到后山去拜万佛 所以他一直跟永泉寺很有 很有姻缘 湖州吗 那个永泉寺在湖州吗 湖州对啊 湖州 永泉寺在 杭州 对啊 杭州 那 应该是在湖州 那我记过也是在山上 对啊 永泉应该在湖州吧 湖州北边 再查一下 因素查一下 永泉寺在哪里 在山顶上 对 我记得是永泉寺湖州 永泉 永泉寺 那个现在大胡子的那一位 他是闽南人 大胡子的那一位 不是福州 泉州还是哪里 泉州是那个开元寺 开元寺在泉州肯定 但是不是永泉寺也在泉州 我就不知道了 永泉寺查一下 泉州是吧 泉州吗 永泉寺 但是开元寺也在泉州 沉天禅寺在泉州 沉天禅寺也在泉州 这三大寺 这三大寺都在泉州 沉天禅寺啊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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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青老和尚啊 的祖庭啊 担州人啊 担州 担州 也是在泉州啊 对 福州吧 永泉在福州啦 福 那个什么山嘛 古山嘛 我们说古山派 古山派就是这个啦 我们说古山派的 古山调 古山 它是个大丛林 闽南大丛林 是这样 古山调啊 有没有 郭山调 台湾南部很多古山调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好了 那刚刚怎么讲到那里 想要熏老上 对 想要熏老上也拜这个 所以 虏老上是禅宗 禅宗主庭是都在拜颤的 很注重拜颤 跟做法会 他先 他非常清楚 在坐禅当中 那个鬼神要功德 他非常清楚 最能够唱颂的 都是禅宗主庭 你要知道 你不要看他 禅宗人很能够唱 为什么 他坐禅气好啊 而且坐禅知道 众生得利益 反倒是 经教禅 经教的 不是那么多 所以海公放 放蒙山 他有跟我讲 他说 放蒙山 最好 蒙山 大家念咒子多 大家一起念 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保留蒙山 当时他就跟我 跟我讲过了 那好 再来是 什么事情呢 我的法师父 我的法师父呢 那显明和尚 显公和尚 他就说 他说 其实 一个道场当中 能够带大家 大拜灿 一年一次 是很吉祥的 当年他在 观中别院 他们是都市道场 不自顶大 但是也比现在大很多 那么 你知道了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宁波人 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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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灿 佛寺 大家都知道 宁波人很那个 所以蒋介石 宁波人 他们天生 就是拜 拜拜的人 然后呢 都会来 拜两房 水路 我的法师父 显公和尚 他坐过水路 那一坛 两位 亲近师父是不同 法师父真正传法 两位 了一和尚 了 了不了 那个了 了 那个了 了一和尚 那另外一位 就显明和尚 了一和尚 也是传我天台 不同系统 团同一个人 是这样 然后都传 都是传四十六代 是这样 好 那刚刚讲到 就是他就说到 他说 伴到水路去 那其实我们这里 整理好之后 是可以伴水路 特别还有对面 这样内坛外的都可以 但现在还不行 我们先操作一下 凉黄 先操作凉黄 好不好 那么这就因此 讲到水路 那么这是 见师父呢 因为来帮助我们常住 做这个 一些仇措的事情 不然因素一个人 也要那个也要那个 我常常看他忙得很晚 他不是晚睡的人 现在都忙得很晚 所以多帮忙一下 因素这边 好不好 这样子 大家多帮忙 那 我就听到 见见师父跟我讲说 他为什么懂这个 因为他是中台出来 中台出来 其实他没有这么多法会 但他出来 他怎么懂这么多 我就问他 他说原来他认识一位 他去节下的时候认识一位 叫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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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他七十 大概六十多岁 佛光山出来 他说他发愿要办什么 一百零八场水路 自己掏钱 自己找人 水路 水路 不是梁花 水路 我就赞叹 你要知道水路 是中国汉传佛教 最大的一场法会 动用都是 近百人 从内坛外坛 服务人员 参加人 那个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每一次绝对少不了 随即不算 这真是 我们万佛事也应该要办 未来 所以说这位法师 帮我传递一下 赞叹他 好不好 说我听到很赞叹 还有水路 你看 下一个他就要去了 他就去 所以说这是非常 他不会自己 他也不会建庙 他到处去办 所以下次干脆 请过来 我们就做叹叹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提供空间 让他来看一看 不是今年了 不是今年 是令人赞叹 为什么 他完全不利益自己 他听说他庙也不大 在台东 在哪里 他都不大 他主要住哪里 台东 高雄 讲堂 好多年了 是 这样这个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其实佛光山 叹叹是很好的 因为他跟广师长老学的 就那天 我们看到 你可以亲眼看到了 对不对 103岁 有没有 那个讲话 还会震动 103岁 吓人 音速都有录下来 那个声音还亮的 好亮的声音 是不是这样子 我声音也够亮了 他比我还亮 没有 我听了 你听了 这样子 但是要拿他103来比 是不是这样 我到103 能不能搞到103 就还不知道 对嘛 谢谢 赶快帮我回向 要立红牌位 不是立红牌位 帮我回向 120就好 谢谢 活的命长就是胜利 好 那么就这样 我也很赞叹 我因为 我一直在思考的 梁黄灿 我一直很有感触 众生苦 莫忘众生苦 众生造业太多 有没有道理 我们光讲道理 你看 刚刚讲的是什么道理 哇 什么实相 什么自信 拜托 我告诉你 别跟我谈那么多 我三年前才堕胎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先别谈那么多 比如说这意思 对不对 众生就是在那个造作当中 他需要有形的 忏悔跟功德 赶快来支撑他 他快活不下去了 他痛苦了 所以这要大大的慈悲 我今天讲这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大大的慈悲 内心要悲悯 我现在想到这 我鼻头就酸 谁 就是我们苦难的我们 我 包括我 包括我 我都需要被救拔 被救拔 所以我们要用 十二万分恭敬的心 来恭敬我们彼此 到时候 居中做主法的 旁边做乐咒的 还有导引供 共共平的 还有那做灿主的 是他们的渴望 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求忏悔 我也需要被救拔 还有我的多少多少多少的 我认得我认得不认得的人 正在这个法会当中 也得同战利益 我们要意念的 梁武帝时代 宝治禅师 为一切众生 纠集那么多当时 医学大德 在太和殿当中 那么集思广益 辩出经文中 就四项 就离体 与内与外的 所有所有内容的忏悔 然后再印着天台的 那个忏法的概念 也算进来 做六成观想 供养 这都组合在一起 因为我去看那个仪轨 再重新感受那个文 我们多么多么多么的需要 众生多么多么的需要 而大家多么多么的来完成它之后 我们能够成就多少众生 修忏悔 修供养 而诸位的 您的一点一滴 特别是像诸位 几位常驻师的干部 任何人 当然最辛苦的就是两位 的这样导引带领 念之在之 哇 我赞叹 也感恩 你们的付出将会是 骗法界 而我们的将来用功 也是骗法界 要用这种心情 我们一再的讲天台 讲大乘法门 我们一再的简别 它跟外道不同 它跟声闻不同 现在就是要实践 就是要实践 它就是一心三观 发大补迪心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每每我在深夜当中 想着那个牌位要怎么摆 要怎么庄严 字要怎么写 才怎么庄严 我把做好了 因素才能去布置 你们才能布置 对不对 这些基础的东西 我还想好一下 想好一些的时候 去意念的古德长老的教诲 跟他告诉我的一些话 通通我一股脑儿都想起来 很强悍的震撼着我 说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 要做 要做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你 你都是这样子的 这样支持我 实在谢谢你 我都在支持我 是这样 那么我实在是很感动 想起来鼻子都酸酸的 为什么 我们终于又能够有一个 在念佛诵经 同样的目的之外 一个更加看起来反复修供养 它是反复修供养 你看我们念法华经 单超直入 对吧 一步经 登登登登登 上去就念了 这个没有修反复的供养 跟牌位的做法 对不对 这是要我们专心 念佛更是如此 连印光大师说的 立那个长生牌位 什么牌位 我们连这个都没做 连个武功都没做 这是所谓的修实相法 一法不利 但是修利益众生法 我们就不舍一法 极尽庄严成就 这是如一相合的 我们终于迎来了 这个家 不叫转型 本来就存在 只是有一个机会来做它 我们正迎来了 我们僧团的第一次 而有这么多人来共建其成 共同成就 包括这么多比修尼事务 来共同成就 还有我们圣殿共同事务的 一起来成就 这是大好因缘 我把它感受到的 是一种极度庄严 我不敢说期待 期待不好 我们仰望着那样子 从地涌出 这要伤脑筋的就是因事务 那因事务就会去找当家师了 弄出空间给我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看看 就因为现在 现在讲报名太恐怖了 因为现在还在 现在就讲那个 对等那个过了 大家心打开 就知道状况了 对啊 如果那疫情 你拖到十一月会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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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这种 真的是 我们用万般 不要叫期待 我们说 我们的景仰的态度 来看着这个法会 而这个法会 未来也可能是水路 知道意思吗 那么当然都是 都是 让他庄严 因为其实专做梁皇 有专做梁皇的好处 因为他专攻嘛 是不是 他就不是走马看法 是不是 这样子 因为参加水路的话 参加那个坛就不能去那个坛 参加那一坛就不能在外坛 外坛参加梁皇就不能参加租金 租金就不能参加净土 啊净土就不能参加 参加愣言坛 滑滑坛 这就没办法 是不是这样子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因为不能分身 不能分身 所以专注一个梁黄坛 其实很OK 耶稣书胜 专注来求善鬼 对不对 那未来未来 送华言送法华 我们另外安排 甚至都还可以 这样了解意思吗 大家一起来成就 所以说这个很 很庄严的事 那么所以说 我心里很澎湃 那每天晚上想着想着 就很感动 说我能够跟大家在一起 相互共住 我个人这么的不完美 不要讲完美 这么的不适当 那么大家都能够容忍 也能够这样一起来成就 那我希望说 在一切不圆满 不是那么完美当中 我们来用一种最虔诚的心 迎来为利益众生 我们又有了一个 更完善的古德的方法 用虔诚的心 来供养三宝 何以顾 利益众生就是供养三宝 因为一切三宝 怎么样 一切三宝最不舍众生 众生在受苦当中 三宝是最为 可以说最为最为的不舍 那我们现在就秉持着 三宝的慈悲跟智慧 我们来带领 中的一起成就 也因为这样 我说 我跟法术法师讲说 法师啊 一起来成就 而不是说我请你 一起来成就 谢谢 谢谢 都会有一个 这个打鞭鼓的 很棒 谢谢 不过真的我是很澎湃的想法 真的是很澎湃的想法 用心去 体会 真的 我是很澎湃的这样打这个电话 也很虔诚的 邀请他 那 我一直会面临一个问题 有人 这也是我自己的过失 我曾经会说 哎呀 我们被藏传佛教笑说 诵经要钱 你懂意思吗 其实不能这样想 不能这样想 应该是 那是供养 为什么 他领导我们修行 我们彼此也互相领导 无论宋中尊 哪怕打鞭鼓的人 都是领导 哪怕是导引供养的人 香灯 哪怕是大辽的人 哪一个群缺啊 没有一个人缺 哪怕是柜台写的人 排位写错还糟糕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哪一个 不在这个法会的供养当中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想 包括来参加的参主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 要把这个道理凝聚起来 也告诉我们的居士 跟不认识的居士 为了众生 为了我们的道业 为了这世界上的一切苦人 苦恼的 我们在内修之外 我们一定要记得 世上苦人多 为欲一切众生 西街里苦固 我们来修行 是一件非常自然 庄严 既是感恩 也是报恩 的事情 一起来成就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大家久坐言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